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你看了吗 其实如果把鸡蛋里的骨头挑走了 鸡蛋还是可以吃的 但前提是要有鸡蛋才行 这期班智猫就要尝试在骨头里挑鸡蛋 看看超能勇士崛起到底还有没有药可以救 我先抛砖影域举几个例子 剩下的您自行补充 第一点 如果电影的片名里不提超能勇士崛起 那还算是一个好片名 电影一开始巨无霸首领就草率的送掉了一血 而且是一开口说话 就知道他绝对活不过片头的那种 之后再次出现巨无霸 已经是几千年后的事情了 到这里 豫阳仙逸的手法都还算用得挺好 当飞剑勇士喷出正义的火焰 挡在恐惧兽的面前 我以为超能勇士要崛起了 但谁会知道他连变身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自己人掐死在了黎明之前 当巨无霸们在丛林中大梦出行 把汽车人兄弟扑倒在地 我以为超能勇士要崛起了 但谁会知道 一转眼 秦天盛就被秦天柱用枪指着脑袋说出 我是你的铁杆粉丝 当大决战时 秦天盛喊出那句经典的超进化时 我以为超能勇士要崛起了 但谁会知道 人类机甲战士翻身成为了挑战大反派的英雄 而巨无霸们却只能在虚化的背景里 默默的清理着杂兵 到最后 不了解变形金刚系列的人 很可能就会误以为超能勇士 指的是人类机甲战士了 毕竟整部电影里 能对得起绝集二字的 也就是它了 第二点 如果没有把取速穿越的钥匙 当成是电影的关键道具 电影的核心矛盾 还算是一个好矛盾 电影最后钥匙被摧毁了 目的是阻止宇宙大地 吸收更多星球的能量 主角团们费了好大一番周折 才想出了一个必须要有人类参与 才能够完成的计划 冒着擎天柱差点就原济的风险 毁掉了钥匙 拯救了世界 光是听着就觉得很燃对不对 可奇怪的是 我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出 巨无霸对毁掉钥匙持反对意见 做出毁掉钥匙的决定时 比擎天柱还要果断很多 那么巨无霸花了几千年的时间 和宇宙大地玩躲猫猫 把钥匙拆成两半来藏 但就是不把钥匙毁掉 到底是图什么呢 擎天柱好歹是想用钥匙回赛博坦兴 虽然他想要回去的话有一千种方法 但巨无霸的老家从一开始就被端掉了呀 他们是想用这个钥匙干什么呢 难道只是为了拍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吗 第三点 如果没有把擎天柱塑造成一个巨鹰 他应该还是一个好柱子 有人跟半哲茂一样 觉得这个柱子哥 不再是以前认识的那个柱子哥了嘛 难以想象他到底是在人类身上吃了多大的亏 才会到电影中这般文人色变的地步 但细看之下 电影中每次都是人类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而汽车人却回回把事情搞砸 人类本来是打算要毁掉钥匙的 可擎天柱不惜堵上全宇宙的安危也要用钥匙回家 结果钥匙还真的被反拍给抢走了 我知道导演是想给柱子一条成长的湖光 但秦天柱好歹也是一代汽车人的领袖 时隔三秋却变成了志气未脱的惊弓之鸟 未免有些过头了 第四点 如果剧情里没有硬加人类的成分 电影的剧情还算是个好剧情 编剧挖空心思给人类安排戏份的诚意 是肉眼可见的 比如把变形金刚的钥匙 故意设计成了对人类来说大小刚刚好 但对变形金刚来说尺寸就太小了 这样便可以藏在像博物馆或神殿这样的地方 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派人类去完成任务 推动剧情了 美极名曰必须掩人耳目 然后在博物馆门口打成一片 再像啥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的离开 比如把剧情设计成钥匙的另一块碎片 只有女主角才能够找得到 因为她比变形金刚更加了解变形金刚的语言 哪怕她还只是一个实习生 而女变形金刚扫描一下男主角 就可以把对方家底全部盘出来的这种技术 对寻找钥匙却毫无帮助 比如最后大决战的传送塔 必须要有一条对变形金刚来说毫无用处 但人类则可以来具自如的通道 这样一来 关闭传送门的重任 就不得不落在人类同伴的肩上了 我知道变形金刚是先有玩具才有动画 拍动画是为了更好的卖玩具 所以我大胆的猜测 派拉门下一步的计划 很有可能就是要出售黑人的手办了 第五点 如果反派天灾能够做到从一而终 他应该还算是个好反派 反派天灾刚刚出场的时候 给人的压迫感还是很强的 在巨无霸首领送死式的攻势下 没有犯一般反派话多人不狠的通病 该出手时就出手 博物馆大战的时候 也是压着擎天柱打 并且轻而易举的拿下了人气角色大黄蜂 对飞剑勇士释放的武器 还成功干扰了飞剑勇士的神志 让其倒戈成为了反派的傀儡 至此 天灾都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反派 感觉是一个汽车人和巨无霸 联手都不太好对付的狠角色 可是在最后的大决战中 他变了 搭幻影师给对方流了一口气 这一点先不说 面对没有任何属性成长 也没有任何武器加持的擎天柱 愣是被按在地上摩擦 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这不要说观众看不懂了 汽车人都看不懂 巨无霸都看不懂 宇宙大地更是看不懂了 接下来第六点 如果机械战甲早一点出现 那它应该是一个好道具 其实机械战甲还是挺酷的 虽然有很多人吐槽 但我觉得并不算违和 毕竟动画里也有战甲 可是穿上战甲以后 男主角竟然比变成战甲的幻影更厉害了 这就有点过分了 无伤痛别反派不说 关键时刻还一把拉住了快要被吸走的 擎天柱 男主脸上便秘般痛苦的表情 仿佛在告诉我们 它是凭自己的力量拉回了擎天柱 跟机甲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有这样的实力 在幻影状态良好的时候就变战甲 感觉都可以直接单挑宇宙大地了 要是早一点拿出这一招杀手锏 博物馆打斗那会儿 就可以直接杀清全局中了 擎天柱只要一脸严肃地点着头 朝人类举起大拇指 身上一样也可以有 从怀疑人类到信任人类的虎光 第七点 如果大决战能死几个关键角色 那还算是一场不错的决战 像这种正面角色一个都没有死 反而还复活了一个的大决战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 毕竟这电影前期小打小闹 都死了两个关键角色呢 宇宙大地真的是一点排面都没有了 之前第五部里说宇宙大地埋伏在地下 那好歹是卧心尝胆 韬光养晦 还看不出真正的实力 到第七部猴急猴急地吃了输也要让它出山 结果就这么灰溜溜地被赶出了地球 你让宇宙大地今后还怎么混呢 以上就是伴着猫在骨头里挑出的七个鸡蛋 简称头七 剩下的就由您来补充吧 总之 如果超能勇士崛起不拍成电影的话 它还是一部好电影